3月26號 杭州林平一個小區的 二樓住戶家中發生了火災 接近後 民警立即趕赴現場進行處置 你每次吃個東西 有 我都沒吃 快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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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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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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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到現場之後 我們是噴了 再噴了好幾把麵火吃之後 麵火再完全消掉 現場都陰層是比較大的 這麼有情況 所幸當時屋內80多歲的老人 已經被鄰居及時救出 沒什麼大礙 吃這個東西吃 沒有 這是沒吃那些油鍋 我吃油鍋出來 我每次回來了吧 每次回來了 回來了啦 據老人的兒子趙師傅介紹 當天他母親正在起油鍋做菜 他下樓去拿點東西 沒想到老人燒著油鍋 就走開 喝水去了 結果釀成了意外 他把油放在那鍋子裡面 他感到口渴了 但是到廚飯外面就是客廳裡面 去打點開水口 然後這個開水不在肉水瓶裡放在那裡 他就吹一下 等一下 就這幾分鐘 就因為出來喝口水等了幾分鐘 廚房油鍋因為過熱就起火了 老人因嚴重較大 無法控制火勢 結果引燃了灶台 所幸 鄰居及時幫忙報警 民警趕到立即將火扑滅 為了感謝民警 老人兒子趙師傅還特意送來了錦旗 那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遇到類似油鍋起火的情況 應該怎麼處置呢 首先 不能用水去滅火 可以用鍋蓋蓋起來 然後關掉煤氣灶 最重要的是 廚房燒菜 人不要離開 平時做好造具定期安檢 防患於未燃 記者王延淵 編輯報道 作詞 編輯報道